相当于咱们那儿,咱们中国的200左右,一百八 九十,九十,二十五十,现在咱们中国的一百,相当于二十 在床点 七百八十,六百四十 以前来我现在不算贵,床点可不贵 昨天有个朋友,在我这个视频有个朋友私信 我说,看我的IP在秘鲁,说是他卖什么乱七八糟东西 有个朋友说,让我帮他卖,卖了,给我提成 这哥们 这个是这样,我给你说一下,我聊聊这事 就是这位朋友啊,就是说你做销售的这种心情啊,我能理解 然后你这种态度呢,就是工作态度呢,我觉得也非常可圈可点 是吧 也非常值得别人去那个学习,就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是吧 但是啊,我告诉你,你找错人了,就是说你这纯属浪费精力 就是说你对一个销售来说哈 就是你不能盲目的去 盲目的去找那样的话,只能浪费你的精力 你的目标客户一定要精准 我不是你的目标客户,你要知道 你像这种自媒体人,他不可能给你去 跑到那儿给你去做销售去,这也不太现实是吧 再说,还有一点,现在啊 这个秘鲁这儿,中国人这么多 缺什么不缺什么,早就都已经渠道都打通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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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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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